名誉獎金魯企個歷年分子 歡迎我們名誉獎金魯企個歷年分子長 謝謝 我們農委會林主委 我們南城中心的黃執行長 我們副技術的副技術長 在座的各位嘉賓各界的代表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剛剛我想我們副長長應該有跟大家介紹 今天的這些議程的準備 我們今天主要是叫做生物碳的發電器示範化 我們知道大家都知道 現在倒數大家都有在研究生物碳 我們這一台是除了有生物碳之外 它是可以發電的 這個電本身就是我們現在目前 在所謂的這推中低能政策裡面很重要的地方 今天很高興就是我們農委會 林組織組類委員 各地從北部 從農委會下來跟我們指導 他們是不是歡迎我們林組織跟我們指導 我們高雄廠的林錦鵝林廠長 還有我們南部中心的好知心廠 各位愉快的各位貴賓 我們兩位留意的主人也好 還有我們台南兩位所有的農民 各位農民朋友 各位觀眾的代表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除了我們高雄廠 對於台灣整個循環農業 或者現在大家比較常聽的循環經濟 我們在最後的一里路這個部分 今天我們有一個成果要跟各位分享 那我特別談下來 最重要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宣示 那今天我們環保署的代表 我們環保署的同仁你們來 還沒到 到了嗎 那其實我們現在國家的政策 都是希望呼應一個最重要的主流 那個主流就是環境有趣 大家最近台湾這個幫助 或是媒體 吵吵鬧鬧 突然看到很多人突然關心環境 突然關心說要節能減暗 突然關心說空氣的品質要好 各位都知道我來自宜蘭 我們宜蘭雖然是在各位這邊 對自己最重要的台湾的地方 不過要關心自己的這種環境 那其實是要一本初衷 也就是說從各位在生活當中 就要同步來這個參與 那我們現在的農業在推動農村再生 我們推的就是最重要的三個概念 叫做生活、生產、生態、三生共同 那這個就是一個有趣的發展的概念 所以今天這樣的一個成果發表 那首先因為剛剛我們這個案子的起頭 除了聖經常常因為過去八八風災的時候 在地方看到這麼多的這個廢棄的 這個農業廢棄物或者是環境的 有關的這個廢棄物 結果變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的前任主委曹老師 馬南平東的這個優秀的主管 他一再的要提倡生物炭 那很多東西就是這樣 不小心就碰撞在一起 那今天這樣的一個成果 也是我們的工部門跟產業界 因為這個發電的專業領域 不會是在我們農該廠 我們農該廠是將這些可用的資材 能夠把它做資源化 然後再利用的過程裡面 透過現在有穩定的這個技術 不管是公園業或者是業界的 那剛好有一套這樣的一個發電設備 而且是接近零排放的 所以又搭配我們現在政府在提倡的綠能政策 所以多方的這個可能性就碰撞在一起 那我要跟各位報告就說 其實我為什麼先問環保署的同仁有沒有來 在場有各地方政府的環保同仁請舉手 有環保署來嗎 有環保署來嗎 有啦 有啦 我記得有請我們環保局的同仁來 大家喔 那既然尋了 還沒遇到 一起做 那個我們中 中的採收 那從中南部就會怕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也是經常那個環保署啊 在那個空罩就會看到 叫做露天燃燒 那當然我們 我們很多的這種 平常的原木輸檢 露宿的修剪 或者是災害過後的這些漂流木等等 有非常多 我們這樣的一個廢棄物啊 變成地方環保單位的困擾 地方政府的困擾 包括我們現在整個在 大家啊 從那個高速公路沿線啊 有時候都會看到 那 那邊燒一個 這邊燒一個 不曉得在燒什麼 不一定是農業地區 所以能夠解決這些環保課題 那我們剛好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機制 把它整合起來 那我看我們會內啊 每年科技計畫 我們今天科技處 郭副處長也來了 那科技計畫給學院 或者是我們自己城市所 早期大概都有一些照例機 就是我現在從北部盤點下來 我們在桃園 很多綠竹筍 我記得南部有一些做綠竹筍 綠竹筍 它在一定時間還是要做輸檢 這個最麻煩 這個比我們一般的素質更難處理 因為它比較不容易去化 那剛好我們這個農改廠有去發展 一套機器設備進去 就像那隻甲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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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就是切碎然後照例 包括道杆 那現在如果說我們這一套 最終它的一個效益 它熱質可以高到可以發電 那當然最好 我剛剛特別在路程裡面問我們林長長 我們高雄廠大概一年的電費 要七百多萬 聽說現在它的熱處理效率 能夠減少它一個月的電費 幾少啦 譬如說它處理七百五十公斤 現在的那個 但是如果滿載的話 可以三個月 可以乘以三 但是它要變成還要去收完 能夠做成生物販的這些資產 但是農改廠不是環保單位 我現在講的就是給各環保單位可以參考 那環保署的同學回去 也可以跟我們李署長再探討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過去我在地方待過 環保署過去也經常補助地方政府 做那個破稅 然後就回到 不過那個部分的區塊 那個還是會挑比較上游的東西 那有一些就變成沒有辦法來處理 以高雄、台南跟我們屏東 都是重要的果樹生產的區域 一年好幾萬噸的這些輸錢的這些枝條 那要怎麼做 因為如果說還是要用傳統的方式 很多農民照最後沒有辦法 就是比較稍微 那環保單位就要蓋周平常 如果說有這麼一套好的設備 當然今天的成果發表 大概我也會請我們李署長 跟我們相關同學跟各位報告 這樣的一個整合 這是一個開始 一個開始 我今天要做一個政策的宣示 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把現在在現場 大家最頭痛的 原來把它當成廢棄物 我們透過前端的 破稅處理到生物碳 然後變成是可以來做效率發電 然後到它的末端 有更多的這種生物碳的製裁 包括目處理、膠油、包花 最後的生物碳 可以作為突然的改良劑 跟我們相關的生物製裁 跟各位報告 每一段都是可以有商業的利益 那這樣就是我們完整的叫做循環經濟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來提倡的政策方向 那以我農委會來說 我會改良廠 我們那個高雄廠的這樣的一個示範 我們會請科技處來去做整合 把每一個前端 就是上中下游每一段 再把它整合起來 那未來的運用可能就會更有效率 也就是說大家可能會有很多的疑慮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還會整合跨部會的資源 我們也會跟工業院的綠能小組 或者是我們跟相關已經在研究 這個末端的或者是上游的 包括怎麼樣 讓這個廠商現在的發電效率 熱效率運用得更好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在未來可能性的發展 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特別也在藉由我們林錦和廠長 過兩個多月 他就會比啊 這是我們BA前的 他的一個成果 我們是不是請所有同仁 給我們林錦和廠長 帶領的那個高雄廠的團隊 給他們一個掌聲 謝謝你們的用心 任何一個成果 都是一半接一半 而且都是一個累積 那這個累積 到了今天 我們希望慢慢能夠看到開花結果 也剛好呼應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台灣參與 我們全世界有一個叫千分之四的聯盟 也就是節能減碳 最好的固碳效果 除了極盡所能的減少排放以外 就是能夠利用土壤來固碳 這個生物碳能夠來做更好的一個發展 這一定是我們未來最重要的政策方向 未來環包署有一個永續委員會 在這個節能減碳可能的正設目標當中 我們會願意來支持跟承擔更多的 這樣的一個減碳的目標 那當然我們自己農業部門要減碳的部分 我剛剛聽廠長說 也準備要把最頭痛的序幕當中 最困難處理的這些排椅 也有可能的部分會轉化進來 所以這個部分也並借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報告 各位有相關的指教 待會都請各位在分享的過程 果定來跟我們高雄廠來挑戰 來支持 未來我們都希望 最後的這一旅路 能夠解決各位在現場最困擾的問題 也能夠創造更好的一個經濟效應 在這邊特別一出來跟各位一起來分享 最後祈祝大家幸福平安 謝謝 謝謝大家